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 索罗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 最近出了这么多事 没有一件是他参与商量决定的 甚至都没有通知他 要是换的是我 我也是会生气的 都听到了 但这也不是他置气的理由 事情孰情孰重 他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他不是小孩子了 这不是小不小孩子的问题 对于他来说 家人是重 其他都是情 林南星 我的家人 一直在让你说委屈 可是 你为何还替他们说话呀 没有啊 我没有觉得委屈啊 我每天 吃得饱穿得暖 对吧 有什么好委屈的 你别想这么多 快点吃饭 吃完饭呢 我带你去个地方 湘童林 我这伤口也包扎好了 天色都晚了 我先走了 等等 这花小荣关了 十二月房也封了 你还能去哪儿 那 我就再找个林工呗 你要真是无处可去的话 便 留在我府上做事吧 不行 为何 你跟江总补不对付 我东家跟江总补是好朋友 我要是在你家做事的话 我东家会为难的 走了 童子 你还记得 你给我三片桃木片 说答应我帮我做三件事 我当然记得 现在我要兑现第一片 你留下来 对不起啊 我 不是 我 有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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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啊 童塞尔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是吗 札清白 我有话跟你说 杰丽 有话待会儿说 这是皇宫 大哥 之前是我太冲动了 撒了总部压司 绑了彦南兴 带走我大哥害你侍卸 凯罪你三次 你打我三拳吧 就当我对你道歉了 有病是吧 没想到伤统领道歉的方式 还真是别出心裁呀 我姜心白若是受此大礼 怕是要折瘦的 那 那我夫经请罪 夫经请罪 非得罪 也不是不行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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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大人是开玩笑的 姜大人宽宽大量 既往不咎 以后我们兄弟二人 为姜大人 马首是瞻 随意拆遣 马首是瞻 随意拆遣 他肯吗 我 我听我大哥的 好啊 你说你跟姜大人 性格差异这么大 但是有一样特别像 嘴硬 有话你就不能好好说吗 这不都道歉了 这不都道歉了 索罗 今日我登门 你大可当作 是我在求你 求我 求人可得有求人的诚意 你想要什么样的诚意 严南兴之前说你做饭好吃 我 我好像还没尝过 你想吃什么 豆苗贴甜鸡 水晶龙凤膏 太复杂 今日时间不够 不够 什么时候做好饭 什么时候来拿地契 你 我要的是水晶龙凤膏 豆苗贴甜鸡 这是什么 你 都这个 你 到底是什么 你的 你 你 我 那你 你 我有 兄长都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但这两个菜不是我点的 你还是没有诚意 兄长为你做饭 不希望变成 用来和你交易的筹码 你好好吃 我先走了 姑娘 按说你去熟课 不过我不记得你了 我相貌平平 东家不记得我倒是正常 不过啊 我倒是一直记挂着您 到处找您呢 找我 那东家这张传单是在找人吧 我也不知道 我 这就是戏本上说的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啊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男人招惹到我 我没有男人 我还没成婚呢 严冬家翻脸无情啊 传完江星白晨过亲 娶的 就是你啊 不调查清楚 你说我能把你抓来 有了江星白还找别的男人 你这女人有点东西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样 我只想要江星白 你这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跟江星白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她 她嫌弃我身份低微 我跟你说实话 她早就一封修书把我给修了 像这种复兴汉 你用我威胁她 是等不到她的 还想骗我 我可看得出 江星白有多在乎 你真的是误会了 那 咱们就赌一赌 你哭了 你哭了 我没什么大碍 都这样了 怎么都是没什么大碍呢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你这样的 你怪我吧 都是我的错 我怪你 你也是想找到小哥哥 所以才会关心责任 不是的 我想找小哥哥 是想报答他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呢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你要相信我呀 我知道 我相信你 袁德馨 已经有一个小哥哥 让你感到愧疚了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 我会再让你担心 我会再让你担心 为了这个 我也会好好的活下去 你 你要答应我 你要好好的 一辈子都好好的活下去 我还是要好好的 你 我又再也不会让你救到伤害了 你要救了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保护你 你又再也不会了 别哭了 我不让你保护 不要我们相互保护 我也要保护你 你看你脸都枯花了 走 小傻瓜 别哭了 好了